我們終於可以坐到A350了 當天有魔術在世界上 然後走過那些硬木屋 神明知道我們沒有太多 但你也知道我們全部都有 早安!又是崭新的一天 又來到了一年一度的家族旅行 什麼時候變一年一度了 因為去年我們去澳門嘛 Cody那時候才一歲 那今年呢我們變一家四口 然後又要多買一張機票 其實去年也是一家四口去啊 喔對對對 在肚子裡面 今年也是生出來養 生出來帶過去 生出來養 對 抱在手上 那今年呢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要來去曼谷 我沒有去過曼谷 我也沒有去過曼谷 我也沒有去過泰國 我也沒有去過泰國 第一次去 其實有感覺好不容易脫離夏天 然後現在又要去夏天的感覺 那我覺得去夏天還不錯啊 至少行李就弄得那麼厚重 對 然後Cody有可能又可以游泳 對 他很久沒有游泳了 因為現在台灣已經漸漸比較冷 所以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游泳了 那我們這一次呢去曼谷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讓他游泳 那今天呢我們坐的是華航 然後我們終於可以坐到A350了 很大的那一台 對 就是我們上次國泰錯過的那一台 好可惜 這時候也覺得國航也是蠻好的 因為至少他不會這麼容易換班機 至少我們訂A350 就是比較容易坐的A350 好險 我們坐的是短程嘛 那短程他其實沒有賣豪華經濟場 那這一次呢我們就特別畫了一個豪華經濟場的位置 那其實以前啊 都是你先搶先贏 你只要比較早訂 然後先畫位 先選位置就可以選到豪華經濟場的位置 那現在不是 現在是選位都要加錢 不管是長榮還是華航 都是要另外加錢的 那我們有一個小撇步是 因為我們有小baby 然後小baby有提籃的位置 他提籃的位置 你如果加選的話是不用錢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 就沒有花到錢 然後選到豪華經濟場的位置 不過又遇到一個麻煩來了 上次有跟大家分享 就只能1加1 就是一個人 增加一個隨心的人 那Cody的話呢 就沒有位置 所以我們這一次 就有一個位置就沒有選到同一排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要分開做了 又要分開做 不能偷拍我囉 你會不會誤會喔 對 我們在拿機票的時候 遇到一點trouble 原本啊 我禁線要在畫豪華經濟場的位置的時候 他都說可以畫 他那時候也授權蠻久的 但是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 他說 現在所有豪華經濟場的位置 短程選位置就是要加錢 要加918塊 當初我打電話過去的時候 其實他是有問了一段時間 我也是等了大概30分鐘 他就說可以可以畫 然後結果他剛才好像機票又出不來 所以還是得加錢 就等於說只有我這個人 可以免費選豪華經濟場的位置 就是有Baby搖籃 那蘇珊跟Cody都是要另外再加錢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去付錢 不然機票出不來 好了搞定 現在再回去櫃台領機票 好了走吧走吧 就等了 我們今天是10點15的飛機 大概還有兩個小時 我們還可以先去吃個早餐 哇好酷喔 這是什麼 這是誰 GoPro找美國帶回來的喔 好棒耶 坐飛機回來的喔 夭陽過海回來 對 要你跟著我玩 喔 可以走去 好漂亮 今天的淘機也太亮了吧 真的 什麼時候這邊變這麼亮的 以前那邊窗簾都會拉下來 黑茫茫一片 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 今天居然全部拉開耶 難道他們聽到我們的聲音了嗎 這樣子才有那種 朝氣蓬勃的機場的感覺 其實這邊跳高很低 所以之前啊 旁邊窗簾都拉下來 全部都暗暗的 然後黃黃的 我就覺得其實很有壓迫感 這個陽光照進來就好很多 好我們到我們登機門了 我們今天在A5 今天坐CI831 泰國現在是27度 超級熱 華航引進A350其實也大概兩三年左右了 所以它也不算是很新很新的飛機 但今天屁人 總算有機會體驗到了 因為A350啊 真的還是比787大 蠻多的 比較寬一點啦 座位也比較多 所以其實我還蠻期待它待會有空間的表現 應該是可以坐得很舒適 但上次我們去日本啊 坐那個787的第一排 欸應該是說第20排 經營上的第一排 那個就超級大 兩個窗戶 不知道我們今天坐好經營上會有幾個窗戶 你們要去看我們今天的飛機嗎 我們今天坐A350喔 這台比較大台喔 你們有看到我們今天的飛機嗎 哪裡 那一台啊 這個這裡這裡這裡 1 partially蠻多了 新車子 抹評 了… 新車子 最新車子 新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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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來了 哇 進來感覺很棒耶 我很喜歡它設計的風格 看起來雖然它都是那種貼的那種壁紙 但是你會感覺到很有質感 第一次坐好經常 寬度感覺寬一點點而已 前面腳真的是長很多 因為它嬰兒的位置啊 這次沒有靠窗 因為它的搖籃在前面這邊 而且他們幫我們把旁邊兩個人調整位置 喔真的嗎 所以我們可以過去啊 謝謝我覺得好像可以 太天氣了吧 今天到有空會幫他調整 謝謝謝謝謝謝 我等一下抱小孩多多 感謝感謝 天啊 so sweet 又換到前面的位置了 它中間這邊啊 這個啊是皮革耶 這個背景應該也是不行 不過我覺得位置還算不錯 然後前面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可以讓你放手機板 或者是餅乾什麼的 三個人蓄了兩個這個桌子 前面的螢幕不大 因為我們這個位置太大 所以感覺起來 這螢幕給我比較小一點點 但是其實應該是跟我們做七八七的那個螢幕是差不多的 米牌的腳可以完全伸直沒有問題 它的椅子啊旁邊這邊有一個小葉子啊 這樣 如果這個做長城的話一定很舒服 就至少空間比較寬敞 然後不要這麼累 但是長城的價格就是天兩之別啦 應該是那種不會影響到後面的人的那種操作 我來躺下去看看 嗚嗚嗚嗚嗚 它跟國菜那個很像 它會讓你整個腰往下 所以 我就看每個人的喜好啦 我是覺得這種的會 有一點稍微 沒有那麼好 就是會 感覺做覺得會累 我喜歡這種耶 真的喔 對 腰可以下去 腰可以下去 喔喔喔喔 腳腳可以上來了 喔喔喔 有套到耶 有 嗚嗚 我喜歡這種 我喜歡這種 嗯 我更喜歡這個 所以也不用帶頭肘 我覺得我們以後都可以坐這種位置 嗯 有錢 什麼都可以 坐什麼位置都可以 那你有錢嗎 沒有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知道可以放什麼 眼鏡 眼鏡喔 喔喔 這是叔叔跟姑姑很貼心 然後也很孝順 就讓爺爺奶奶他們可以坐前面商務場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過去看他們一下 我去問一下好嗎 哇你們坐第一排 第一排 好大的位置喔 這個腳 你待會可以睡一下 睡起來就到了 那也不錯耶 哇你們兩個這樣子鴛鴦坐 鴛鴦坐 會不會覺得有點遠 不會 想老公 不會 不會 很舒服 可以一路躺到泰國 飲品飲料 對 酒嗎 還是蘋果汁 蘋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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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棒 它這杯子也蠻漂亮的齁 不是華航 嗯 好 待會泰國見 掰掰 所以我們今天的位置呢 就拍不了外面 因為我們坐的中間 但我們很少坐中間 因為為了拍影片 其實我們大部分都會選床的位置 那這次是因為想說 可以幫大家拍一下 豪金艙到底找什麼樣子 所以 就選了 豪金艙唯一 有提籃的位置 然後它提籃其實集中在一起 它這邊其實可以做兩組 它這邊有一個 然後這邊有一個 所以應該是可以放兩組 遙控器 它這個就有比較 現代的遙控器 結果發現我搞錯了 它左右窗戶也有 然後搖籃的位置 只是因為我們家四個人嘛 然後要三個位置 所以只有中間是三個位置 所以只有中間是三個位置 旁邊左右都是兩個位置 是二三二配置 所以我們就選中間 應該床用好了 剛才他們有先幫開爾量一下 它有沒有辦法全平躺 然後真的很驚險 真的剛剛好 所以下一次做呢 可能就 沒有辦法 搞不好 回台灣就不行 看到衣服嗎 所以這個嬰兒床啊 跟七八七是一樣size 應該是 飛機的統一的規格 都是一樣的 大概就是 七十公分 就最多 再大可能就坐不下來 應該是你最後一次坐了 第一次坐350啊 覺得好安靜喔 引擎的聲音很小 然後整體的 空間的 程度啊 也都 我覺得拿捏得很好 算是蠻舒服的 難怪可以拿來坐長城 應該會比較舒服一點 太近了 他們的一個搖籃 也是皮革的喔 這個皮革 材質 不太一樣 但是顏色比較精明 真的比較淺 我們來看一下 你的嬰兒餐好不好 那嬰兒餐吃什麼 哇他們嬰兒餐的袋子 是可愛的喔 是有設計過的喔 給小朋友的 不錯 特別給小朋友的就是很棒 進行設計 雖然它只是一個袋子 看一下是什麼 有獅子巾 好好的 尿布 這都要寫神經 但都不用錢 快有開燈 是一開都沒開我沒事 是開有開燈 好好笑 所以我在拍片 又一包尿布 可以再吃 Babby meal 哇 三罐進口的 Babby meal 蘋果 我很好奇 他每次都給這麼多 怎麼可能吃得完 是可以給我們帶下杯子的嗎 謝謝 滿用 謝謝喔 然後他們的餐具啊 就是塑膠的 不像我們上次做的是 不鏽感的 我們今天一樣只拿兩個餐 一個是 我們用大人的魚排 它有雞肉跟魚排 然後我們一樣選魚排 然後旁邊真的是兒童餐 它依然呢是 沒有那個兒童餐的盒子 我還是很想念 小時候拿到兒童餐的盒子 我記得就一次 就一次做杯子 然後拿到這個盒子 我就很開心 好像也紀念很久 現在好像都沒有了 不知道來一家航空公司還有 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話 可以在地下留言跟我說嘛 這樣我覺得之後有機會的話 會想要去懷疑一下 我們今天雖然是做好景廠啊 但是其實這是半套的好景廠 因為基本上短程啊 華航跟長榮 都是沒有買好景廠的這個產品 那現在是要加錢啊 可是加錢 這個產品還是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餐點呢 其實跟競技商吃的是一樣 沒有比較好 我們這幾次坐飛機啊 餐點都只跟他拿一份 因為兒童餐跟baby沒有是 四線預訂好 然後大人餐都是拿一份 因為我們兩個根本沒有熟可以吃東西 其實也是蠻開心的 因為他們上飛機就幾乎 一個小時吧 就會睡著了 然後一路就會睡到快要準備降落 所以沒有熟可以吃東西 也是蠻開心的啦 因為至少他們坐飛機都不會酷啊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吃北極餐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海鮮餐好了 我們要放回去走動員給他看 然後發現他們的耳機啊 是好緊張的耳機耶 比較大 不知道跟商務商用的一樣 好緊張的 剛剛去廁所啊 發現他們的廁所 只要打開門進去 裡面就有音樂耶 我覺得這個也蠻貼心的 這間廁所沒有很大啦 裡面的布置也還好 但是有那個小朋友可以換掉布的地方還不錯 今天飛機那總共飛了三個五小時 又二十幾分鐘 其實不算太近 我覺得是短程來講最遠的極限 因為去曼谷好像會比較久回來會快一點 就跟我們從東京回台灣是一樣的 那今天做好幾場真的 有很驚豔的感覺 這椅子啊 雖然不是我最喜歡那種皮 它的織布啊 讓我覺得很有質感 而且是有高級的感覺 一開始我覺得空氣還沒有那麼乾 可能因為 越飛越久的關係 所以剛才開球帶我睡覺的時候 我一度超想咳嗽 因為很乾 然後我就拼命的要忍住這樣子 就這個 噢乾燥口水 不然我都快咳出來 我怕把那個開有吵醒 不過整體來講 好緊張的表現 真的讓我超驚豔 就很喜歡 就華航的這個 比較像中國風的配色嘛 再搭配這個椅子的顏色 都搭配得很好 所有的質料材質 感覺都是有花錢在做的 我們準備要降落囉 準備好了嗎 降落 你的安全帶有沒有信號 沒有 good job 然後鋼鐵人的安全帶有沒有信號 噢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我有空愛情帶 GOGOGO 我們到了 我們到曼谷了 這次來泰國做華航的A350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棒的決定 我們原本想要做泰海 泰海好像便宜大概一兩千塊 可是 A350真的很棒 這次的體驗 好緊張 厲害 而且蘇珊第一次做 就除了經濟艙之外 然後再生一等的產品 我第一次做 之後 如果有機會 看有沒有比較便宜的商務艙Bug票 也可以忙一下 好 那這趟旅行呢 也是 跟之前Cody 第一次出國的時候 很像的家族旅行 這團人呢 最大年紀是88歲 最小年紀是8個月 8個月 相差 87歲又4個月 4個月 哈哈 我們會在這邊待大概4-5天左右 看看我們去哪裡 然後可以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 影片要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喔 下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可以 掰掰 掰掰了嗎 哇 好的 掰掰 我們可以 吃到 每時間 兩個 都 don't believe